我們要進到我們重點來 因為其實以我們今天的主題來講 你要可以是掌握一些你的資訊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Gmail的郵件 你要有Gmail的郵件 那Gmail的郵件的話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一進來我先給各位看一下我的好了 那麼其實Gmail如果你已經有在用的 應該都會有發現 會畫群組對不對 因為會畫群組是在它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功能 所以說比如說像我跟它來來回合 公益的來來 你平常如果沒有這個功能 你看我在這邊有沒有24 興建王你們很少那麼多的嘛 對不對 因為就是有一些東西 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如果它有這個群組功能 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就是 了解說我們剛剛到底怎麼往來的就對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呢 我會把我的Gmail當作是好像是有一個入口网站 所以實際上我會收的比較多的帳號在裡面 也就是說我相信說應該不會只有一個Gmail帳號吧 有沒有? 增錢很多 MSN也一個啊 Facebook也有 對不對 Facebook也有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男友 很多人 很多人 大家 台灣人走一個就是雅虎的 不過雅虎的 你現在沒有辦法用信 沒有收 因為雅虎的已經把這個門擋起來了 因為他知道他你要跑過去了 所以你要收可以 在台灣 你要收雅虎的信 那你要一年付一千兩百塊 因為這樣才能夠收益 因為這樣才能夠收益 因為我只要把雅虎的帳號的國別就在美國 因為這個服務在美國是不用錢 在台灣要選 所以他算要一千兩百塊 但是他現在已經把這個民營看國別沒有用了 我之前有試過看國別說 好 看不到 所以你現在就是雅虎跟Gmail還要特別用 而且他很討厭 雅虎還幫你擋住 像我們Gmail我們可以持續說 比如我收到誰的信我就是用轉記 對不對 他現在也不讓你轉記 就是你不要盡他的信上收 好 這樣 如果說你 說很多玩意 就算他 你該不會有那麼多時間 每一個都去收 對不對 尤其早期可能大家會用HiNet 之類的 你這個都很麻煩 所以您看一下 事實上我在這邊 我總共設的這麼多 有沒有 您的暗門審可以接收 就是那個 RMail的帳號 我們可以用Gmail收 因為 用Google的這個Gmail 有個好處對不對 什麼好處 垃圾郵件 故隸的門乾淨的 我剛剛好不容易有看到一通垃圾鏡 在這裡 大多數都會死掉下 所以像這種 我都會不客氣 我就給他回到垃圾內的 好到這樣以後就會收到比較少 所以我要給各位看 在這裡 我今天如果要看我從Harmail收到的信 我一點 我就知道說 這是從Harmail的信來的 而且其實我在這邊的時候 沒有 那 做我來講 這些東西 我把它整合起來之後 我Gmail就是一個很好的過濾垃圾性的功能 因為我相信各位 經常如果你有照顧負責 它的垃圾性 雖然它有努力的 但是還是蠻多的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使用燈華電競 還那個人 我都計程它 只有垃圾沒有信 因為 早上一打開之後 全部都是垃圾 等你清完了 可能已經超過20分鐘 來看到 這是我的信 這樣就很不方便 那我們在收進來的過程 因為它幫我們 處理好之後 我就可以比較快 早上起來 開機進到我的工作狀態 這樣子 什麼事呢 您寫到這邊 您可以去看看 雅虎的我們剛剛講過不行 對不對 您可以講看 有線有什麼 等等 你就到郵件設定這邊 郵件設定 這裡 進去之後 它在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這個叫做 我看 應該是 這裡 不行了 上號 好 我們看一下 這邊 你批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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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從這邊新增 好 那你就看你的 是哪一個 它有 你就直接把 Email打進去 那就到下一步 下一步 不過呢 不是說你要批封信 你要收就可以收 因為它會寄封信 到那個信章 確認一下 不然 你弄了 就把我的信收走 那不是太可怕了嗎 所以它會寄一個 信到這邊來 那你要現在能收 修了之後呢 你可以點一個連結 好 點一個連結 那它就知道說 這確定是你所擁有的 那麼以後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收進來 好 你可以試看看 等一下呢 如果你有用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利用這個所謂的標籤 你就可以去標 點新的標籤 從那一來的 我就怎樣 標示一下 那我就知道說 這封信是從哪個地方 收進來的 好 好 我可以把這封信給大家 你可以試試看看 在右上角那裡 有一個叫做 郵件設定 右上角郵件設定 我相信應該對 這個 信將很多 你都可以查一下 目前我們知道不行的 是雅富的不行 那Facebook 應該也沒有提供這樣的功能 好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趕快再看一下 這是標籤 今天你是郵件也好 沒有郵件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占用標籤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本來是 開門七件事 才你郵件這樣注查 對不對 現在大家早上一起來 第一件事是開電腦 所以你開電腦 我相信 有的人是直接上Facebook的 但是如果你是收進的 我們總部 希望都把今天要做的 故事上的分門直接整理好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我這邊做一些分類 除了我的收件夾之外 有沒有 如果是工作的我就列出來 那如果是 這個 跟我的 有一些新的文章的 我就點這邊 我就可以通通都看到新的文章 有沒有 對 這樣你了解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我今天收到一封信了 好 那 好像沒有 我都已經整理好了 好 假設這一個 這一個 你勾起來之後 你看這有沒有一個標籤 你可以看到 這是屬於哪一個 這 這要假的意思 因為你這一方信 可能是屬於 怎麼樣 剛剛對的可能是屬於 新的文章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兩個都勾起來 或者你要直接建立新的也可以 就這麼簡單而已 就很簡單 所以當你設定好之後 你在左手邊 就會出現這個 所以我通常 早上電腦一打開 我最要做的就是 把我的信件先分門 解類一下 因為 這種文章的 都軟體的我可以以後再看 對不對 工作有優先順序的 我可以先做 好先做 那這樣 也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 以前我們網路比較不發達的時候 大家開電腦是比較專心做事情 現在呢 開電腦 沒有網路 怎麼不要開 不是嗎 哈哈哈哈 因為大家會比較分心 就是說 可能去看看別人的網路 還是說 看到Facebook有什麼斷菜 然後等到看完都 喔可憐 哈哈 所以你可以先把你的事情先分門別類 先照得真好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這個標籤的功能 當然 如果你們不要了 那就可以從這邊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標籤如果多的時候 我又怎樣 不容易看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標籤的旁邊 等一下可以色顏色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看到 等下發現工作的 用的比較清楚的 這個 就輕輕拆拆 因為工作比較重要 然後 所以 這樣子 您大概應該就比較清楚 您可以直接指定一個 你喜歡的顏色 那這樣 當你全部洗菜的時候 那也比較清楚一點 那或者說 你要把 你的焦點 就聚焦在我那個 在內上面的時候 那也OK 就從左手邊的標籤 直接去指定就好了 現在呢 我們再把下一個主題 就是 信件封死 這個 咦 咦 這樣 大家有看到 好 信件要封死 什麼叫封死 我以前也沒有做 哈哈 以前也沒有做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我現在是只有三百六十一封 你們的有沒有那麼長 如果你 用 一段時間的 可能這裡的信件可能上萬封 像我之前是上萬封 那上萬封的話 有時候你看起來就覺得蠻累的 因為那姿子很大 哈哈 感覺想要 信件很豐富 工作好多要做 那什麼叫 你跟那個其實有些東西做完了 如果確定這個東西我沒有需要的 我可以把它 你看這裡 比如你看完了這個 好 那最早這個來講 是一般的文章 對不對 你可以刪掉也可以 那如果你不要 我們 可以把它這樣封存起來 封存 有沒有發現在這邊就不見了 那封存大廳 並不把你刪掉 也不把你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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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 可以保留你覺得 還沒有做完 或比較 還有需要留著的 那你說那個信件跑到那 它會跑在哪 所有 叫做所有郵件裡面 你把它打開之後 那封信其實展得在 所以它 並不會不見 而且你用搜尋的時候 還是找得到 一進來的時候 這邊你就可以看得比較乾淨一點 比較乾淨一點 這樣比較不會說 奇怪怎麼 一進來就好多信 那你重要的也好多信 所以有一些比較不重要的 其實像這個我就不用了 就直接刪掉下來 像這個我看一看 沒有問題 我就把它封存起來 或者是直接刪掉也沒關係 這樣了解的話 所以其實我 之前有花一段時間 到一萬多封 弄少 我希望我能夠在十頁裡面 然後不要 因為我一頁是五十封 我希望我不要超過 因為超過的話我就 比較麻煩 那事實上 有些人在用現在新的 Yahoo的信箱的時候 這邊也有一個 它是這邊推上來方案 就是 要不要分割 怎麼要不要分割 就是說 你在這邊的時候 如果你用分割 下面這邊就會怎樣 我現在郵件的一欄內容 有沒有 以前我們傳統的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那現在它也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這樣就是這個公從的意思 好 再來 其實很重要的 你要會結合工作表 日曆 今天其實我們在用這個Gmail 你要比較有效率 或者工作上比較有效率 有時候一天下來 一天一打開門 哇 好幾次試驗事情要做 那你怎麼把那個優先順順弄出來 有的是今天要完成 有的是隔天 或者有的還有好幾天 那你怎麼做 您看一下這邊 有一個工具 叫做工作表 你們的預設都沒有開 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好 那這個工作表 你要把它打開在這裡 你看左上表這邊 有沒有看到了 這邊 平常大家都沒有開 那工作表 我把它當做 像MEMO一樣 我就不喜歡貼那個黃色的那個 哈哈哈哈 因為我的工作表都放在這邊 你可以增加 預測是沒有 這一個 好那你可以自由增加 你看在這邊 我可以從這邊增加 等一下 這個是 看這樣一下 從這裡 有沒有 新增清單 你也一樣 跟我們剛剛有交流不同 就是我把它怎樣 分門別類整理好 有什麼事情要做的 好 比如說您現在看到這個了 好 比如說這一個好了 假設這個我要處理的 那我把它勾起來 你看在這邊 除了給標籤這樣 我這裡有比較更多 有沒有一個新增置工作表 我不用自己在這邊打 你可以直接用打的也可以 好 但是看起來好像只能打標題對不對 不是 因為它在右手邊 可以打內容 那如果我的是屬於郵件的處理 那就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只要把郵件勾起來 你可以勾 沒有關係 勾起來之後 我告訴他 把它幫你把我增加過來 前面這件事情去哪了 對不對 那重點是 你要跟後面 我們要介紹的 Google日曆結合 因為 你如果是這樣子 是沒錯有工作吧 但是什麼時候 完全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點一下 前面又要做到期日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比如說 這個是我在 明天之前要做完的 我就把它勾起來 你也不用存檔 這樣就好了 回來 等到你來這邊看的時候 你看我的日曆的時候 它就會在你的日曆裡面顯示出來 你們先不用看那麼多 先看這樣就好 工作表 有沒有 它會自動新增到你的日曆裡面 去提醒你 就提醒你 欸行了 什麼事情在這邊要完成 那應該就比較清楚了吧 所以 工作表的部分 實際上還蠻好用的喔 欸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